今天想說一宗跟宋仲橋宋慧基 同時間一起分手 就是范冰冰和李臣 當日大家都覺得 世間上是沒有童話 傍三不有童話 童話在晚上爆了一宗 誰又刪多見 那個 蔡...忘了名字 總之又刪多見 另一個也是圈中人 蔡兆芬 名字都結合了 蔡兆芬又刪多見 即是有了 他們兩個比較假 雙宋和范冰冰李臣 這兩對情侶比較虛偽 所以得不到真 真愛 今天說一下范冰冰和李臣 有什麼那麼虛偽 我那道是虛偽 今天就仔細研究 上下把位 誰說事 不用說了 一眼就看得出是誰說事 一定是范冰冰 OK 即是 他說要分手 叫分手的那個是誰 范冰冰 OK 好了 范冰冰是什麼人呢 我沒有去FatChat 或者是一些 查位機 純粹是憑感覺 范冰冰是一個很出名的藝人 OK 在內地 都是一個很瘋狂的key words 一提到他的人就會吹進來看 很厲害的 總之以我認知范冰冰的人氣 很厲害 其實 其二很有錢 有錢到中國要 陰藥合同 懷疑他出術 要他交稅 有錢到這樣 也是跟宋慧喬一樣的 宋慧喬那時候 也是有逃過稅的 這條范冰冰也是逃過稅的 也是頂級 我們不可以說他高級 是頂級社傑 頂級社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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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手李神 我相信也不是窮人 不是窮人 所以 這條范冰冰是用盡法寶的 又送禮 又貴地 又做下巴 他自己 坦白說 他做得這些行為 他自己也是一個下巴 他自己也是一個下巴 才能做到這些 這些Beta的行為 我相信他不是演出來的 他真的按下巴 有相為證 因為 相片、影片 騙不到人 你是流露了 誰是Alpha、誰是Beta 氣質 這張相為例 李神 整個身體是 lean forward 過去 范冰冰 代表兩性關係 李神 要付出很多 給范冰冰 還要做得到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我們一起看看 他們兩個人分手 在微博 但還沒看之前 再看這一張 你按不到 不要緊 這一張就是蚊耳 即是 范冰冰 在Alpha的角度 李神在Beta的角度 有什麼做錯事 范冰冰就扭他耳朵 就是懲罰他 形同 就好像 一個政府 懲罰一些市民 在他心中 是這麼想 當然 哈哈哈 當然 人民才是最大的 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是 搞不清楚 這個概念 永遠 將自己 反放在Beta 下位置 這個也是 看看范冰冰 跟他們 對話 人的一生 可能會經歷各種告別 在我們的相遇中 修獲的愛 溫暖 都化為永恆的力量 感謝一路走來 你所有的給予 支持和愛 借借未來 會有的關心和愛護 我們不再是我們 我們依然是我們 其實你看到范冰冰 其實你看不到什麼 看到心情 就是他輕鬆的 他說這個分手是輕鬆的 好像沒什麼感覺 也很溫暖 Happy 為什麼這麼happy 因為 我自由了 找個見 類近的感覺 看看李神 從朋友到愛人 再做回朋友 情感的形式 會變 但你我之間 最純粹的感受 不會變 彼此的信任 是 支持 是永恆的 我們不再是我們 我們依然是我們 其實這一段 其實我這樣說 李神其實都是 我覺得他稍為有多一點付出 但他 都不是那麼care 因為李神 我相信 坦白說 這個就是 頂級分數的男女的局面 大家未必認識 什麼是頂級分數 頂級分數就是這些 名氣有那麼強 錢有 什麼都有 他在市場上 其實有很多選擇 兩個人都有很多選擇 即是他跟他說 我現在available 一大堆追購者 一大堆 兩個都是那麼多 其實沒什麼所謂 他們的感覺就是沒什麼所謂 即是說 泛冰冰你不玩? 算數吧 李神也是這樣 我是有付出的 但是 算數吧 我也分得很清楚 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 那些照片 當時 沒有一天 那裏 跟他搭着 兩個都是棄子 坦白說 兩個功力都會有那麼多的 看看誰是騙誰的 其中在玩遊戲的時候 都很誇張 整個人壓著他 這個泛冰冰 當他傻子 壓著他 這個也是一個上把位壓著下把位的感覺 你見到經常都是站在後面的 好像在做一個 守衛 保鏢 這樣 這樣 有時 都會 回應 這個泛冰冰的字句 譬如一句就這樣說 我一個人很簡單 晚安之後 就幻想說晚安 不經今夜下雪了 這個就是上戀 李神就作下戀 下雪了 我們 如果我們不打散 一直走下去 是不是就可以一路到白頭 他用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走到一路到白頭 這句說什麼呢 就是李神做了下把 他做了下戀 Alpha就是上戀 就是這樣的 我發招 你又接招 悼亂了角色 其一 其二就是 是不是就可以一路到白頭 他是一個未知 甚至是問號 想問 范冰冰 我們是不是可以走到白頭到路 是不是可以結婚 Ask for 他是在求 其實是 是一個下把球 一個上把的那種感覺 這些很明顯 平常假裝小丑 李神的可愛舉動 范爺 經常在微博 對男人的可愛舉動留言 感覺出來 李神試過 肯會鬥女神 開心的人 這個比較危險 他提 范冰冰 為范爺 爺 不能夠出現在女人身上 范爺的氣勢 或者霸氣 是很誇張的 這個爺字 通常是女朋友 叫我做老爺 叫我做老爺 要服侍我 這個意思 如果你說 要叫女人 范爺 她的姐姐 我要服侍她 當然要不要亂 李神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 很絕劣的局面 還要做小丑 扮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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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嘆他開心 他說什麼 李神 大王派我來巡山 這個也是 他整個 兩性是一個rollplay 兩個人放在一起 就有rollplay 產生 他做了下把 他願意做 亦公開地做 只能夠 最後輸加極 有可能是他的 但他沒有什麼輸 兩個人 我自己覺得 因為已經是頂級 可以這樣說 要什麼有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人的結合 或者在拍拖的期間 已經吸了很多錢 我相信 兩個人的名氣 幾何級數 升上去 兩個人都沒什麼輸 而且不用結婚 那就是和局 對不對 對嗎 對嗎 重要呢 這個評價就是 李神試過肯會哄女神 哄女神 你根本就是把自己 變得很卑微 由頭到尾 李神都好像 一個公公太監 重屬關係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李神非常支持泛爺的工作 又是 這些字句全部都是 顯得出 泛冰冰 高高在上 其實這些不是匹配的愛情 如果不是匹配的話 基本上 這女生是隨時飛了你 一個女生 她不會找一個 一個 這個 如果她那麼頂級 是不是 她要找一個頂級男人 頂級alpha 都不是 都不是難事 好了 她不是找一個 完全不匹配她的男人 現在你很多字句 或者傳媒做到 李神是完全不匹配的 感覺上 范冰冰有9分 李神只有7分 6分 很危險的 邊緣 傳媒都做到 她這樣的感覺 范冰冰也可能會 有這樣的假想 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也不太配我 找人飛了她 有這樣的可能性 每次范冰冰推出新作品 李神都會第一個分享 並且推介給自己的粉絲 對我們女神超容心 好像做了她的經理人 幫她做宣傳 打羅打鼓 做了她的打手 應該倒翻轉 范爺你的作品 她幫你打 李神你的作品 范爺幫你打 不要說范爺 范冰冰 要戒口 很多事情要戒 譬如你追求一條女 你不可以整天把她擺在上把位 不可以叫她做范爺 應該叫你做你爺 應該倒翻轉 你叫慣了你就糟糕 是否認同 為何歸功那麼多人信 叫慣了 叫慣了歸師傅 歸師傅 真的當了她是歸師傅 你明白嗎 道理是差不多 這真是 我們名字不能夠改錯 就是這樣 人們說 一命二問三風水 還有什麼姓名的 名字 名字都很重要 有些人 名字改得不好 經常被人看不起 都會有 所以名字 我們是很著重的 因為你的名字是經常叫的 叫得多 你多一點點 會變成那種人 享受兩個人相聚的時光 這張照片是有一點茅合神奇 這張照片 表示兩個人都在演戲 你說 李神是不是 那麼用心奉獻這段愛情呢 我更加覺得 是為了兩個人的名氣 可以升級 現在你看到的 那個事實是真的 是吧 定了分數就可以撤定 這個愛情不是真 是為什麼 為錢 你看兩個人都叫做 貌合神 一起 各自 想其他事情 李神的眼淚 只有女神 之前范爺出席 堪誠影展 李神曾經分享他的照片 請大家按女神的讚 有者摩美的女友 難怪他會拿出來獻寶 要大家欣賞 想像是 我有一條這樣的女兒 但沒有份 站在跟他隔壁拍照 你做了攝影師 你也是一個下把 這張照片也是下把 做了報警板 手又不知放在哪 又不敢接觸范冰冰 好像一個可有可無的報警板 簡單來說 我由這裡剪了 剪了李神這一刻 你都可以覺得 這張照片是 范冰冰自己獨立的一張照片 完全是可以沒有了這個人 這個人做了報警板 這張照片 是 這張照片 是 每天都在工作中度過 我們很嫂妓 首先喜歡How Kitty的女性 通常都是比較興奮的 原因就是跟公主那件事 那件事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發覺女性很喜歡迪士尼的公主 你根本很糟糕 代表那女性是很重的公主 很簡單 只看到梵冰冰送禮 李神送禮給她 但沒有說梵冰冰有沒有送禮給李神 似乎不多 不多 我講過在File of Language Person都要均等 例如男人送禮給你 女人也要送禮給男人 不是一面倒,男人債付出的女人 一元都不用拿出來 這是賤價 其實這段婚姻 我們可以想像 林峰 他現在那段也有點像 又是不斷大量物質送給女人 送給內地的一個模特兒 有點極可危 所以我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這麼有錢 又習慣用錢 去追求女人 快 簡單 但是 慢慢他會發覺 那段愛情是假的 但我只能夠說 他這個梵冰冰和李神 他假得來兩個都有好處 可能他們心知肚明 其實兩個都是一個 銀幕情侶 不足為奇 我不是說他們沒有愛意 相片都有些親密照 不是說沒有愛意 而是那種愛不是那麼深 而是覺得 可以 一剎那的情侶OK 兼且順便 盡量 你說是否走到最後 就肯定不是 他們心知肚明 所以去到定婚那一刻 都很留心 留步棋 你想想 你定婚為何不結婚 為何不索性結婚呢 是吧 多夠餘的 為何不直接說結婚呢 為何說定婚呢 即是又想炒多 炒多鑊 那個名氣 你定婚 最後的升級就是結婚 不是結婚就是分手 好了 現在范冰冰和李神 想炒多鑊 想人氣再急升 然後在微博上 人搜尋他們的微博 又想熱門字 還有一個做法就是分手 那就搞定了 然後范冰冰又再拍拖 又再做curious 這些就是 一個明星他們的career 就是這樣 下跪了 給戒指 這些虛假的東西 跟何有君 有些危的 跟他一樣 可能報他後塵 何有君也是 何有君有些不同 因為他的家族應該沒有何有君那麼有錢 他的家族 可以好一點 但李神和范冰冰 范冰冰有錢 超級有錢 所以他不是很恨 其實 他真的權力 他都在那裡 他都在那裡 這些 去假 坦白說 做藝人 拍這些 點到跡子的親密照 就算了 到後不到揮 我自己覺得 拍一下麵仔 算了什麼 碰一下鼻子 就當作親密了 不是一種 很極致的愛情 我不是說他們沒有搞事 而是 還有一種鑑膜 兩個人都還有少許避忌 你避忌我 我避忌你 有這種感覺 就是每個人都留一手 但看到那麼多觀眾喜歡 就保持下去 就是這樣 再檢閱一下 有沒有多些圖片 這張也是 這張也是的 這個姿勢 其實是我們男人做的 很少給女人做 給女人做的 女人會做這個動作 代表這個女人是比較霸氣的 即是吃著的 這張也是多一個證明 這張也是的 這張照片 基本上都是 范冰冰擺明吃著這個李神 你看到這個也是 李神整個姿勢是 lean forward 有點像馬鳴做的動作 所以 香港人的愛情故事 內地人的愛情故事 都是一樣的 全部都印上去 始終人是動物 他們的身體動作 不會騙到人 這個人的愛情故事 這些是濕碎 水料 拍攝打車卵 很少看到他們有打車卵的照片 通常都是臉上的 都表示 侵脈程度不夠高 雙送更加離譜 找了一張嘴嘴相也很難 劇照就有 劇照就有 但平時的生活照 咀咀咀咀就很少 其實要多一點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集預告就是會出 朱千雪的分析 敬請留意 今天講到這麼多 如果愛情有很多問題 阻力的 E-mail給我 收回DGameGame 也可以繼續反局 Pandor的收聽